Casper已经公布了第一轮所有参赞战队的名单,SKT也在其中,转会期大换写之后,SKT也算物是人非了。 Casper出战名单中,七名选手粉色的字体,也在宣示着新的SKT即将启航,作为曾建立三观王王朝的传奇队伍,SKT一直备受关注,现在SKT新阵容无疑是以SKT为核心组建起来的,现在的SKT也成为了SKT最有资历的选手,被新加入的队员们尊为大前辈。 一直以来,大家都很好奇Faker为什么不会离开SKT,要知道像他这么优秀的选手各赛区,各大俱乐部,可是都很乐意花高价签下的。 加之今年Faker合约到期,不少人都以为他终于要离开SKT或者服兵营,但没想到Faker又与SKT再次续约三年。 在最近一次采访中,SKT总经理针对Faker续约三年这个问题,也做了一些描述。SKT总经理Lik Jansik,从2007到2017年期间,他都是SKT电竞战队的电竞市场经理。 去年的12月份,他正式成为了SKT一战队的负责人。Lik Jansik表示本来Faker去其他队伍能够拿到更好的待遇,但是他却选择了留下来。 一方面是因为他愿意留在韩国,另一方面,Faker也认为,他的SKT已获得了成长,他要在SKT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,而且甚至考虑过去带队。 而Faker的父亲也非常尊重Faker的选择。Lik Jansik还透露到,Faker是目前韩国选手中收入最高的,之前的Ben和Bob的收入,相比韩国其他下落组合的平均值也在两到三倍。 我们SKT在工资这方面的投入是很大的,去年我们和选手续约的时候给他们加了心,但是并没有带来好的成绩。 我估计我可以说全球的战队里面,我们的投入仅仅次于RNG战队,也就是说,每年投资都差不多。 但是下落双人组和里哥的工资在资金占币中越来越高,导致买人的钱越来越少,所以去年才会有那么一群队友在队伍里。 既然你在队友他们介绍着你,我会把红色绝。 我们下落双人组和苏西区完成。